首先各位稍微记一下这个尺寸 那个尺寸我稍微量了一下 第一个就是 这边的半径 这边的半径 R是10 那这边的话是几边形呢 多边形 应该是六边形 六边形从这边到这边 它的那个 这个是 它应该是内切 内切 内接于圆 然后这个半径为20 那上面这个 这边这边 它的边长是20 OK 那这中间就穿一个什么 穿一个一条线 由底下的 那个圆的中心点 再穿到这个方形 矩形的什么呢 矩形的也是中间那一点 然后穿在一起之后的话 我们要做个断面混层 那什么叫断面混层 特别注意 我们来看一下 在回转的隔壁 回转隔壁 就有个所谓的断面混层 那断面混层呢 特别注意 比如说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呢 它有个说明 什么叫断面混层 就是在多个断面 断面就是一片一片一片 那你要把这几片东西 怎么样呢 接在一起 好几个二滴 那你就可以变成像 这边这样的形状 比如说上面有个一 有个二 有个三 那这样接在一起 就有点像什么呢 这有点像那个飞机的那个什么呢 机翼的位置 那你就可以这样的方式 你就可以看 那当然你的那个面越多的话 那你就会越细 不见得是三个 你可以有好几个面 然后最后把它通通悬取起来 它就可以帮你怎么样呢 把它变成一个3D的实体 OK 这个是它一个断面混层的一个说明 然后封闭 它说开放建立一个曲面 封闭的断面也会建立实体或曲面 那具体取决在指定的模式 OK 大概是一个说明 那各位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们这书上的一个范例的说明 那最后我们要做出来 就是四至五三页这地方的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那怎么做 首先我先把做出来结果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话 我先点一下断面混层 然后呢它会出现说呢 以